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惠勒网的Alice 那今天我们有请邀请到的是 ACY的市场总监Leon 你好 你好 好 首先问您第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公司主要是做哪些方面的呢 还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品牌的凝聚力在哪里呢 OK 我们ACY西湾的话呢 是一个外汇经纪商 在所有的外汇经纪商当中呢 我们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 如果说ACY西湾的品牌的话呢 大家相信在业内的 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ACY西湾了 包括在18年3月份 我们独家冠名了张学友在悉尼的演唱会 大家也知道这个学友和他的团队 当选择独家冠名赞助商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严谨的 他也是经过了层层衰选 最后比较认可我们ACY的品牌 和我们ACY的优势 以及我们有一定的影响力 最后选择我们ACY作为独家冠名赞助商 而且的话呢 我们ACY西湾每年啊 都有呼吁我们投资者 去关注贫困灾区的爱童 比如说我们有 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直接链接到 联合国爱童基金会那边 如果说需要向 联合国爱童基金会进行捐款 可以直接从我们这边链接直接过去的 每年我们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慈善的活动是在做的 ACY的品牌的话呢 一直以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也是我们接下来 这接下来一直以来去想帮他做的更好 非常棒的一个东西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的那我们大铁了解到了希望的一个品牌优势 那下面我们就问一下咱们内部的优势有哪一些呢 如果说我们产品的优势的话呢 我们的交易成本是比较低的了 比如说像欧美的话呢 平均点差是一个点 黄金的点差是两个点 在业内的话呢 我们点差是非常低的 如果说我们对于服务这一块的话呢 除了我们有客户经理 121的客户经理 官网的服务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全国的寻讲的投资者 培训的交流活动 就像你看到的这个也是一样的 是一个全国寻讲的 无论是你在一线城市也好 或者说二线城市也好 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去报名 然后当报名的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的话呢 我们就会到那边直接去办一个 投资者培训的活动 基本上来说投资者培训的活动的话呢 会分为大概是三场 第一场的话呢 是一些基础的培训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深入的 一些策略方面的培训 最后的话呢 会有一个投资者现场呢 大家的PK啊 大家的一些交易比赛之类的 像这样的活动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月都在办 而且每个月至少是两个城市 比如说我们明天可能在北京这边会办的 上个星期我们是在台湾办的 可能接下来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回北京会再办一场这样的 投资者交流活动 我们针对的客户群体的话呢 一般都是 无论是懂的也好 或者说不懂的也好 都是可以针对 懂的话呢 我们是有策略分析的 不懂的我们也有基础的 在说的 所以说业航参加我们投资者交流活动的客户 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扫一下码就可以了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了解到了希望的一些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相信希望以后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那感谢您今天对我们的采访 谢谢 谢谢